不管怎么着,咱俩明天去领这儿,把这儿领了,咱俩结婚,好吧,你爸和你姥姥都同意了,说咱俩结婚,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咱们 屁吧,吃屎吧你,做梦吧,我还跟你结婚,天大了玩笑 张艺山和杨子的关系有多好,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当初因为家有儿女这部剧走红,在剧中他们是一对互相掐架的姐弟,十分逗趣 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互动,也总是能够掐在一起,因此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将剧中的姐弟之行延续到了现实中两个人的成长轨迹,也是惊人的相似,高中是同学,上大学也还是同学,毕业后受家有儿女固定形象的制约 两人都花了很长时间来摆脱旧奚落的制约,如今还都坚持做演员,事业发展的也都很好,都成了演艺圈年轻一代的演技担当 人生轨迹的相似,也使得他们无话不谈,成为好友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家有儿女演完,我就考初中了,她在三班,我在四班,这样过了三年 结果高中呢,她没有考上我们学校,我考上了 高中三年,我们经常会做节目或者拍戏碰到一起 结果上大学就更神奇了,我们俩考到了一个班,又待了四年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胜过了爱情,甚至多次传出两个人在一起的绯闻 张艺山也曾大方地承认过,自己很喜欢杨子,但是这种喜欢更像有意,而不是爱情 不过不少网友已是将她的喜欢,当成了爱情般的喜欢看待 因为从张艺山对待杨子的细节,也是能够看出的 即便是上综艺被杨子戏弄,也是一脸笑呵呵地看着杨子 眼神中充满了宠溺,而杨子也曾说过,两个人之间的友情已经变成了亲戚 他们已经将彼此当作是亲人了 家有儿女,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他们俩的感情一直很好 不管是一同合作出演电视剧,参加综艺还是大型活动现场 只要他们站在一起,总是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乐趣 两个人也经常开启互对模式 即便是在公众场合,两人都不忘要互损一番 但是这也能证明两人之间的关系很好 不然怎么敢这样呢 如今杨子跟张艺山在演艺圈的发展都是很不错的 也都是很有实力的演员 但是杨子的事业发展得更好一点 出演了很多非常火的电视剧,而且大多都是女一号 而杨子除了做演员,还开了一家烤鱼店 因为她的人气很高,店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据悉张艺山经常会去光顾杨子的饭店 但是张艺山却从来不付钱 每次服务员要结账的时候 张艺山都会说记账上三个字打发服务员 当然以大家对张艺山的了解 她到最后肯定也不会结账的 毕竟她跟杨子的关系那么好 所以很多网友看到后 也是纷纷表示感情到位 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吗 不然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白吃白喝 两个人虽然经常会相爱相杀 但是大家也非常羡慕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这样友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少见 更不用说是在娱乐圈了 希望他们能一直保持这样好的友谊 带着彼此之间的力量 更加努力地飞翔 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